第241章,九鹰大人的命令。啊?好。阵阵咆哮声中,轰隆隆的兽群在继续前进着。不时,会有一只只的妖兽从森林各处汇聚而来。这兽群的队伍,每时每刻都在壮大着。在兽群的最后,是一群体型庞大的大地狂兮,一名名画型妖羞端坐在他们的背上。最重要的是那名体型魁梧的妖王。 突然,一道人影一闪,出现在了妖王旁边。咚!大地狂吸重重的脚步落下,立刻停止了前进。妖王大人,沐鱼有负重拖,行动失败。拖雷和坑鸣陨落。 沐鱼单膝下跪,恭敬行礼。嗯!脚骨妖王一声冷哼,清冷的目光扫过去,周围的温度似乎都骤然降低。沐鱼身体忍不住打个冷战,翘间微微哆嗦。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脚鼓妖王隆隆的声音终于响起。可恶!敌人是什么人?是江湿一族的哪个老族? 沐鱼又是一个哆嗦,但是,他却是没有欺瞒妖王的勇气。回妖王大人,敌人是一头巅峰黑江?什么?一声咆哮,打断了沐鱼的话。 砰!沐鱼只感觉眼前影子一闪,一只巨大的手掌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狠狠提了起来。周围的空气仿佛都为之一致,窒息的感觉,让沐鱼的神识都渐渐开始模糊。 而附近其他化形妖兽,看似一个个低下头颅,生怕引起妖王大人的怒火,其实大多眼中都是闪过戏谑的神色。 砰!确实沐鱼的身体被重重抛出,狠狠摔落在地面上。 呼呼!沐鱼双臂将身体撑起来,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刚才妖王的攻击,可不光是掐住了他的脖子,气息压制之下,就连他体内的法力调动都被凝固,这是真正的窒息。 沐鱼相信,如果妖王大人再坚持片刻时间不放手的话,恐怕自己真的有可能陨落于此。 告诉本王,是怎么回事? 脚骨妖王墙压抑着愤怒问道。 是,妖王大人! 属下等奉妖王的命令,最后,属下趁机顿走。 爆掉了零罗盘,将那环形大阵掀开一个口子,趁机顿走。 然后,又使用隐形之术,躲过了敌人的追杀,才侥幸逃了回来。 沐鱼娓娓道来,将全过程讲得清清楚楚。 周围画形妖兽都是震惊的神色,就连脚骨妖王眼中也出现了凝重。 按照你所说,那头黑江并没有动用那个原因期的通灵傀儡,只是靠着本身力量跟你正面对抗。 就击败了你。 脚骨妖王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一般,又是问道。 是的,妖王大人。 虽然沐鱼当时是遭到了偷袭,但是,因为零罗盘的存在,其实沐鱼提前发现敌人,反对其进行了偷袭。 沐鱼自认为,即使正面对抗,光明正大的打斗一场,也绝对不会是那头黑江的对手。 沐鱼丝毫没有掩饰地说道。 话音刚落,就听旁边一个声音说道。 妖王大人,对方再厉害,也只是一头黑江而已。 沐鱼大人在画形妖兽中也是佼佼者的存在,恐怕是太过谦虚了吧。 属下看,多半是那阵法的问题。 只要不陷入那阵法之中,不要说一头黑江了,即使是一头毛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属下愿意出战,必将那头黑江斩杀,为我族人报仇。 说话的,是一个皮肤火红,头角蒸容的妖羞。 沐鱼脸色一变,怒涩一闪。 很明显,对方的意思是怀疑自己可以夸大那头黑江的实力,来掩饰自己的过失。 脚骨妖王的目光一扫,那名头角蒸容的妖羞立刻气势一尾。 沐鱼三人出手都已经失败,你再去,一样难以奏效。 如果对方真有正面轻松击败沐鱼的实力的话,恐怕只有本王出手才能将其解决。 可是,现在发动族人攻击人族,抢占人族领土才是族中大计,这是无论如何都耽误不得的。 否则,九英大人那不好交代。 报仇一事,先暂时推后。 等我族大军完全集结之后,要踏平那头黑江,亦如反掌。 脚骨妖王一句话,众人立刻功声道。 妖王大人英明。 很快,队伍轰隆隆继续前进。 对于脚骨妖王来说,他的理智克制了感情,以族中大计为主,这种做法完全没错。 而对于张扬来说,则是幸运地避过了后续的麻烦。 十万大山边缘地带,盘磨山。 快走。 一声气呼中,苏攀手捏法绝,连连玉使飞溅,拼命抵挡着后面的一条黑鳞聚焦。 啊? 那条聚焦一声咆哮,猙獰的巨牙滴着弦叶,一双铜鳞大小的眼睛闪烁着胸光。 这双眼睛,不是像普通蛇类那样的三角形,而是接近于圆形,呈现出龙的特点。 头上两个短角,一身黑褐色的鳞甲,除了没有四肢以外,其他一切都跟传说中的龙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一只五级巅峰状态的聚焦,即使人类金丹修士面对他,也会十分头疼。 现在苏攀作为一名铸鸡修士想要挡住他,其难度可想而知。 可是,苏攀没有选择。 在他的身后,十几名练器修士正在狼狈逃窜着。 这十几人,都是他苏氏家族的精锐弟子。 苏家,本是生活在十万大山边缘的一个小型家族,苏攀虽然只是铸鸡漆修士,却是家族唯一一名铸鸡修士,家族的砥柱。 原本,受朝要爆发的消息,苏家也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却是下不了决心向着人族复兴地带搬迁。 因为,苏家所在的位置虽然相对偏僻,却是有着一条小型的灵脉。 这条灵脉非常非常稀薄,饶是如此,也是因为苏家在这儿立足得早,并且苏攀本人出身附近的大派盘磨寨,并且现在跟盘磨寨一些存在,保持着联系。 这条灵脉每年都会产出上百枚下品的灵食,其中九成都会作为礼品敬献给盘磨寨的师叔。 受到些照顾,才因此能够占据着这条灵脉。 苏攀知道,如果自己带领家族离开的话,这条灵脉转眼就会被别的家族占据,到时候,再想夺回来可就不容易了。 以苏攀跟盘磨寨那位师叔的交情,每年贡献灵食,稍微照顾些可以,请人家帮忙夺回灵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苏攀只能咬牙坚持。 可是,不曾想,一条平时本不应该走出十万大山的聚焦,彻底将这个家族给毁掉了。 苏攀带领了二十多名家族子弟外逃。 那条聚焦,并不是吞吃饱就算了,而是一路追杀,将目标咬死或者铲死之后扔到一边,就接着追杀,摆明了要赶尽杀绝的样子,这让苏攀大为恼火。 急!苏攀手一扬,一张灵符扔出。 那条聚焦大口一张,扑! 一团黑色雾气喷出,一下将灵符包裹起来。 呲呲呲!一阵腐蚀的声音中,拨的一声,本应化为一团烈火的离火符,只是冒起了一股烟就落在了地上。 哦!那条聚焦,趁是一跃而上,睁明大口眼看着,就要将苏攀吞掉。 这时候,天空中突然流光一闪,一柄飞剑当头斩下。 扑!一声响,黑色血液飞剑。 那条聚焦躲闪不及,竟是被一剑刺瞎了眼睛。 哦!聚焦发出痛苦凄厉的惨嚎,身体来回翻腾着。 苏攀和一众家族子弟趁机退开。 天空中,一道人影缓缓落下。 诗书!苏攀惊喜地呼声。 那道人影理也不理,只是叮嘱了聚焦,手中法觉连捏,一柄飞剑,却像是万道流光一般,不断斩下。 本就受伤的聚焦,每一剑下去,都是竖片鳞甲连带着血肉被砍下。 那条聚焦眼看着得不到便宜,身体突然移动,一口咬住旁边一名自以为得救,稍微放松的弟子,一头扎进灌木丛中,片刻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诗书!快救人! 那是三娃子,我苏家就他的资质最好,是最有希望晋级驻击期的。 苏攀大声呼喊着,请着飞剑就要追下去。 突然,眼角的余光撇到旁边那道人影却是嘲弄的眼光看着自己,动也不动。 犹如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苏攀立刻冷静了下来。 哼!没长进的东西!铁鳞胶蟒防御力强大,本尊钢材都破不开,他已经顿走就算了,你追上去是要作死吗? 那道人影一声怒斥。 苏攀脸色一阵轻,一阵白,看着聚焦离开的方向,最终叹一口气。 师叔教训的是,跟我走吧。 是掌门师叔派我来接应你们的,以后,你们就在我盘墨寨下暂时安置下来,与我盘墨寨,共同抵御这次寿潮吧。 那道人影,以命令的口气说一声,当先而行。 周围苏家众修士,纷纷露出兴奋的神色。 太好了!盘墨寨收留我们! 这下我们安全了! 对啊!盘墨寨传承万年,经历过数次大规模寿潮, 至今依然屹立不倒,那些寿潮,根本就是奈何不了他们的。 只有苏潘,确实没有这种兴奋,反倒苦笑一声叹口气。 住在盘墨寨下? 这明显是被人家给当了炮灰了。 如果有寿潮攻删的话,他们绝对是被放在最前面的。 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人在矮言下,不得不低头。 如果不服从的话,恐怕现在就是死路一条。 第242章,大宇成的变故。 呼!张扬喷吐出一口浊气,伴随着的,是灼热的气流。 足足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张扬终于彻底将那九炎之火收服,化为己有。 这九炎之火,并不是被转化为了火属性的法力,而是直接以炎火之力的形式储存在身体之中。 只要张扬想,一个神识之间,就能够调动这火力,甚至能够攻击敌人。 至此,张扬体内,既上次度雷劫时,储存的那些雷电之力外,又多了这炎火之力。 做僵尸做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前无古人了,至于是不是后无来者,就不好说了。 调息好气息,张扬刚准备祭炼修复那阵妖塔,突然,咔嚓一声响,却使腰间一枚令牌裂开。 张扬伸手拿起,神识探查之间,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失败了?竟然失败了? 叶辰的预检传信只有寥寥几言,看来,事情非常棘手啊。 沉思一番,将石开来照过来。 叶大师那儿除了些问题,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前去处理。 在我离开这些日子,你带着鬼仆和血奴到麦基镇找白管事,让他给你们安排住宿, 先躲避一番。 是,主人。 石开来弓声回答。 张扬必须把手下这几个人安排好。 因为,前两天逃走的那个妖羞像是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中。 这就相当于是洞府的位置已经暴露了,敌暗我明,这种感觉让他非常不喜欢。 看来,就出夜晨之后,必须要尽快拿下戒子小屋了。 只有这样,才能将洞府彻底隐藏起来。 张扬稍微沉思,确实没有过多犹豫,起身站立,向石开来打声招呼,背后金黄雨衣爆棚而出,向着北方而去。 尹川郡,大雨成。 平时一向开门迎客的夜府,现在却是大门紧闭。 夜府之中,一阵阵强烈的灵力波动着,甚至就在刚才,一声声爆炸声传出,远远看去。 就能见到占地面积极大的夜府,竟然被一平大半。 那些巍峨的建筑,全都成了废墟残渣。 咻咻咻。 大雨成各处,一道道流光滑过,向着夜府方向而去。 到了大门外,确实又都站住。 人道友,你来得挺快啊。 一个洋胡子老头开口道。 呵呵呵,洋道友你不是也不慢吗? 另一个身形魁梧的汉子脚踏飞溅。 嘿嘿,夜大师这儿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们自然是要过来看看的。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自然会出手。 否则的话,外人该说我们大雨成无人了。 第三个人开口道。 说话之间,门口已经聚集了十数名修士。 嘎吱吱。 一声轴瑟的响声,大门突然打开,一名白须老者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看着老者的模样,跟夜晨竟然是十分的相似。 呵呵呵,夜晨纪念一个小物件,不小心出了些谬误,搞出这么大动静,惊扰了诸位道友,真是罪过罪过。 诸位道友的好意在下心领了,现在事情已经摆平,就不劳烦诸位道友了,等回头,一定宴请诸位道谢。 夜晨话说得客气,但是,大家都能够听得出来,人家这是在送客了。 不过,在场诸人没有任何人有什么怨色,反倒是露出喜意。 能被夜大师说领个人情,这绝对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啊。 夜大师的练起手法,大家都是清楚的。 如果能让他老人家,给量身打造一件法宝或者镇旗之类,那以后绝对是相当于在打斗之中,多了一条命的。 呵呵呵,夜大师客气了。 您老有什么事情的,尽管吩咐,我们大语承诸位道友,同心同德。 如果夜大师有什么事情,我们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一边客气着,众人纷纷驾驭顿光离开。 人情已经尽到,对于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求到夜大师头上,也算得上是理直气壮。 看着众人离开,夜沉脸上挂着一抹笑意,转身回去。 怎么样,都打发走了? 一个逼着的声音突然在旁边响起。 是,前辈!都打发走了! 夜沉点点头。 夜道友在这大雨城中,威望很高啊! 一呼百应。 逼着的声音笑道。 嘿嘿,让前辈见笑了。 这次还要多谢前辈,如果没有前辈相助,晚辈恐怕就要着了那老儿的道,被那老儿所伤了。 夜沉黑声一笑。 道友不用客气,你我本就是各取所需。 随着那道逼着的声音,一个人影转出,只看能够看出白须求然, 脸上却是戴了一个青铜面具,看不清模样。 这青铜面具一看就是特制的,连神石都能够阻隔在外。 那老儿在被困之前,消息已经传出,相信用不了多久,那头黑将就会过来。 到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道友你以后就彻彻底底地视夜沉了,不会再有任何人怀疑。 不过,在此之前,你一定要确保那老儿的安全,否则的话,那黑将之难而退,老夫可是不会跟你善罢甘休。 青铜面具人羽带威胁地说道。 前辈敬请放心。 晚辈是晓得其中厉害的。 夜沉一点不情愿的表情都表现不出来,弓声回答。 另外,城内的传送镇和城门口都要派出心腹监视好了,只要张扬一出现,就让他们立刻通报。 敌名我暗,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青铜面具继续叮嘱。 前辈请放心,晚辈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晚辈虽然不济,但自然在这大雨城中还是有几分手段的。 那些负责守卫的修士们绝对不敢玩忽。 夜沉的声音中充满着几分自得。 两人交流一番,那青铜面具人往前脉动一步,身形缓缓消失。 夜沉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狠急得神色一闪而逝,嘴里似乎咒骂了几句什么。 然后,转身向着夜府中间而去。 那里,一座大阵之中,另一个夜沉正盘膝而坐,抵御着随时从天而降的风雷之力。 修!天空之中一道黄色流光快速划过,仿若一颗璀璨的流星一般。 张扬并没有直接传送到大雨城,而是传送到附近的一座人族大城,然后一路飞顿而来。 以夜沉的身份,只要他稍微有心,整座大雨城所有的传送阵肯定会全部被监控,恐怕张扬刚刚出现,就会被对方发现。 所以,张扬倒宁可多赶歇路,将自己置于隐蔽的地位。 只是,有一点张扬不是特别明白,以夜沉原应期的修为,再加上对自己徒弟的了解,以及敌名我案,怎么会反败在对方的手上而被困呢? 张扬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对方有帮手。 不过,张扬并不是特别的担心。 以他现在的实力,斩杀原应及存在是非常轻松的。 不管对方出什么手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行了。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浮云。 现在的张扬,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个实力。 很快,前方一座城市出现在视野之中。 人族的大城,占地面积都是极广的。 城墙高大,摧微无比的样子。 砰!张扬收起金黄羽翼,双脚重重落在地上。 稍微思索,袖袍一挥,眼前人影一闪,铁葵被释放了出来。 另外手指一弹,一口血冠出现在面前。 铁葵,接下来就要靠你了。 张扬嘶哑的声音命令道。 是,主人! 铁葵双眼红光一闪,功声应命。 张扬口中念个法令,身形突然化作一道流光,顿入了血冠之中。 而铁葵则是伸手将血冠收起,光!光!光!的脉动着脚步,向着大宇城而去。 大宇城门口。 两队人族战士身披轻甲,在这里负责防守。 一条长长的,等着入城的队伍甩出十几仗去。 凡是要进城的,都得交那五个铜板的入城费。 拍了半天队伍的人群中,嘻嘻嚷嚷,有人叫着,有人喊着,更有一些带了鸡鸭牛羊等牲畜的,牲畜的叫声连成一片。 这一切,看起来跟平时一样。 只是,在这两队人族战士的旁边,原本是两名修士助手,现在却是多了两名助击修士,一副十分负责的样子,凭空给氛围增加了几分紧张。 光!光!光! 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中,吵吵嚷嚷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 一些人回过头去,立刻一声惊呼,我的娘啊! 只见,一名身高一丈的高大身影越来越近,魁梧无比的身体像是小山一般,满身黑色铁甲,坚毅的面庞如刀削一般,给人一种金属的感觉。 当然,包括那两名助击修士,都是不敢多看的。 光是近距离之下,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光!光!光! 这个铁甲巨人背负双斧,旁若无人地迈动着步子,向前走去。 门口的助手修士,这才像是想起什么一般,赶紧笑着走上前去。 这位前辈,请问您。 呼! 话刚说了一般,一柄立斧已经到了他的面前,锋利的斧刃,几乎贴着他的鼻尖。 滚开!铁甲巨人带着金属质感的声音响起。 刷! 那名修士脸上的汗珠立刻流了下来。 刚才这一幅,他竟然连反应的意识都没有,就已经到了近前。 如果对方想要他命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第243章,巧入夜府。 通! 那名修士双足一软,已经坐倒在地上。 哗啦!铁甲碰撞的响声,铁甲巨人将巨斧收回,旁若无人的脉步向前走去。 砰! 那本是阻挡人的巨马,在铁甲巨人坦克般的身形下,被碾了个粉碎。 光!光!光! 脚步声越来越远,直到远远消失,身后才响起一片议论声。 呼! 那名修士脸色蜡黄,颤抖着站起身来。 旁边,两名铸鸡修士看着这一幕,互相对视一眼。 这位前辈很奇怪啊! 他的气息强大,但是,我看他身上的皮肤,有些类似金属的样子。 或许是修炼的某种特殊功法吧。 不要管那么多,一些前辈性格奇怪,是不喜欢别人管那么多的,否则的话,出手杀人如碾死一只蚂蚁般。 反正我们接到的命令时间是一头头发火红的黑浆,跟我们无关的,就不要瞎猜。 另一名修士还好心地提醒道,两名修士躲在旁边,很认真地执行着他们的命令。 而在大雨城中,铁葵拉风的造型,的确吸引了不少眼光。 但是在,在铁葵毫不掩饰地释放出自己的威压之后,就没有谁敢公然地关注了。 一直拐弯,走过大街,走进小巷。 看看周围安全无人,铁葵翻手,拿出一具血冠,恭恭敬敬地放在地上。 咻!黑光一闪,面前已经多了一道人影。 标志性的红色蓬乱头发,轻面獠牙,争鸣的面孔,魁梧的身形。 铁葵,做得好!张扬夸赞一声。 呜!铁葵眼中红光一闪,口中发出沉闷的声音。 张扬袖一挥,将铁葵收了起来。 同时,翻手,拿出硫银纱,气息收敛,消失在原地。 叶斧门前。张扬隐匿行迹,目光盯着叶斧,看着周围不是闪动的波光,就知道这里肯定是有着法阵存在的。 不由眉头一皱。 刘银纱可以骗过势力和神识,但是,对法阵却是无效的。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狱警法阵,也能够发现刘银纱的存在。 更何况,以夜沉的手段,堂堂正正的练起师,釜底周围的法阵,怎么可能简单得了? 稍一思索,手指一弹,二十多道黑光闪过,化为一条条七八尺长的铁背蜀,找牙争鸣,面向凶狠,分开来向着叶斧周围绕去。 张扬从颜公颜婆处得来的数种独虫,目前培养成功的,只有铁背蜀蜀和人面之珠。 另外还有银翅魔蚁和双头蛇等,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张扬正准备筹划培养。 尤其是银翅魔蚁,那可是能够对张扬的变态肉体造成损伤的存在,一旦大量培养,将会是以后对敌的一大壁住。 这些铁背蜀蜀每一条都具备助击修饰的战斗力,并且贝壳坚硬,防御力强大,严格说来,比起人类原因修饰来,但是就战斗力来讲,是要强大一些的。 张扬盘膝而坐,神识调动起来,这二十多条蜀蜀,就成了张扬二十多双眼睛,周围的一草一幕都映射进脑海之中。 很快,叶斧周围的情景全都在张扬的掌握之中了。 叶斧范围很大,可铁背蜀蜀游走的速度也是极快,片刻时间,就已经在四周分不开来。 张扬的眼睛突然睁开,神识一动之间。 叽叽叽叽,一阵阵尖锐急促的叫声中,二十多只铁背蜀蜀,突然同时向着叶斧中突进。 而张扬,也压抑了气息,借着刘银沙的作用,跟在一条铁背蜀蜀后面,一头向着叶斧中撞去。 嗯?有人入侵叶斧? 嘶,不好!是一群铁背蜀蜀? 叶辰的眼睛突然睁开,紧跟着就是倒抽一口冷气。 叶斧的法阵,既有防御又有侍颈的作用,就在受到攻击的同时,身为主人的叶辰就已经感应到了。 只是,侍颈的地方并不是一处,而是二十多处,而且都是铁背蜀蜀,这让他有些茫然。 张扬掩藏刑迹的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刘银沙加上六芒星吊坠对刑迹的掩藏,即使叶辰身在眼前也不可能发现得了。 阵法的作用虽然够强大,可是,如果没有人主持的话,无疑会大打折扣的。 怎么会是?可是那头黑将来了。 人影一闪,青铜面具人已经到了跟前。 回前辈? 晚辈也不清楚。 但是,刚才本府的法阵突然有二十多处同时遭到铁背蜀蜀的入侵,晚辈猜想,应该是张扬到了。 叶辰功声说道。 哼!一群废物!没用的东西!不是说让你们派出得力人手监视传颂大阵和城门吗? 怎么还会让人摸到府中都不知道? 青铜面具人一声喝骂,叶辰脸色难看至极,却是丝毫不敢反驳。 走!你我分头,将那些铁背蜀蜀灭杀掉,发现张扬的本尊就示警。 青铜面具人当机立断。 是,前辈! 叶辰虽然是宅邸的主人,但是,在这位的强势面前,却是连发言犬都没有。 很快,两人分头行动,向着那些市景点扑去。 叽叽叽叽! 一头铁背蜀蜀锋利的巨鳄吸动着,百足来回舞动着,一双小眼睛发出阴森的光芒,盯着前面一名护卫。 那名护卫只是练其妻修士而已,见状早就吓懵了,转身就要逃走。 叽叽! 铁背蜀一声尖叫,身体游走,身形一闪之间,已经追上了那名修士,咔嚓一口,将其脑袋咬了下来。 通! 无头尸体栽倒在地,竟然没有血液流出,伤口处一片漆黑,一看就是剧毒无比的样子。 铁背蜀蜀正要继续进食,人影一晃,叶辰出现在了面前,见状大怒。 妖孽!竟然胆敢闯到我叶府来撒叶,看老夫来灭杀你! 叶辰说着,手捏法绝,周围空气一阵法力波动,天空中立刻万道金光疾刺而下。 噗噗噗噗噗! 那条铁背蜈蜈挥舞着爪子想要向其发动逆袭,却是连接近都没有,就已经被这金光刺中,黑血飞溅,瞬间断为树断,在地上挣扎如洞着。 哼! 区区铁背蜈蜈而已。 尚不得台面! 叶辰冷哼一声,身形一闪,向着另外一个视景点而去。 噗噗噗噗! 再次借助阵法的作用,万道金光疾刺而下,将另外一条铁背蜈蜈斩杀。 叶辰心中稍微松了口气。 看来,这铁背蜈蜈来势虽然凶猛,但是,却并不难对付,只要借助大阵的力量,几乎是一击必杀。 这么想着,他向第五个视景点去。 借助着流银沙和六芒星吊坠的力量隐匿行迹,张扬紧紧跟在一条铁背蜈蜈蜈后面。 突然,前面人影一闪,一名白须求然的老者拦在了前面。 张扬心中一喜,差点呼出声来。 熟悉的容貌,熟悉的气息,不是叶辰却又是谁。 但是,张扬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动作。 他发现,事情有些不对。 这名老者的气息和容貌都是跟叶辰一模一样的。 但是,张扬却知道,他绝对不是叶辰。 因为,张扬在叶辰的原因上刻下了灵魂烙印,而这个家伙身上根本就感应不到灵魂烙印。 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家伙的气息要弱得多,竟然只是一名金丹妻的存在。 张扬眼睛一眯,他已经知道这是谁了。 这肯定就是叶辰所说的那个逆图。 张扬也有些佩服了,真不知道这个逆图到底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够连气息等都模仿的一模一样。 叶辰显然只看到了铁背蜈蚣,而没有看到张扬。 脸上带着冷笑,手中法觉连捏,天空中一道道金光激射而下。 砰砰砰。 一阵阵暴响中,那条铁背蜈蚣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被彻底灭杀。 张扬心中一紧。 这阵法的威力相当犀利啊。 这种金光,已经能够对张扬本人造成一定的麻烦了。 当然,只是麻烦而已,并不足以灭杀张扬。 而且,张扬压根就没想着跟叶辰死磕。 现在迪在明,我在岸,这种形式要是不好好利用的话,那可是会遭到天打雷劈的。 伸手一翻,手中已经多了一个紫色葫芦。 葫芦飞刀? 经过石开来祭炼之后,将两柄法宝级飞剑直接压制进去,顺发速度比普通法宝要快得多,绝对是偷袭杀人的必备利器。 咻! 流光一闪。 关键时刻,叶辰心中警召突生,身体法力爆发,就要躲闪。 可是,来不及了。 葫芦飞刀的威力,就是在一个筷子。 近距离施展开来,几乎无可躲避。 扑! 血光飞溅,一颗头颅抛飞而起。 通! 通! 头颅和尸体,先后重重摔落在地面上。 张扬黑黑一笑,伸手拿出万腰翻,黑色的翻面招展。 尸体上,一股白色雾气云集,刚刚呈现出一个人的面孔,这个人面相猥琐,绝对跟叶辰的长相不一样,估计这才是他的真正容貌。 那个人恐怖的表情挣扎着,但是,这种挣扎对于万腰翻来说,根本就是丝毫无用的。 咻! 一拉扯之下,彻底将其收了进去。 张扬轻轻一笑,将万腰翻收起,同时双臂一展,大口张开,吞噬功法施展开来。 扑! 鲜血如柱,从无头尸体中喷勃而出,向着张扬的口中注射进去。 第244章,灭杀。 眨眼之间,一具血肉饱满的尸体已经变为了干尸。 张扬的双眼也通红起来,浑身血气散溢。 夜晨被斩杀,这阵法就成了无主之物,不足为惧。 但是,张扬的心中却依旧难以平静,似乎还有着什么危机存在一般。 张扬一向对自己的直觉都是十分相信的。 而且,如果只是这假夜晨现在展露出来的这些实力, 根本就不足以对已经晋级猿鹰七并且有自己赠送的三剑法宝的真夜晨的对手。 所以,还有敌人,并且是更强的敌人。 这是必然的。 只是,现在大阵还没有完全破去,大阵之中神石受阻,难以探查。 至于清灵墓,这时候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府邸之中宅院相连,可不同于外界的一望无银, 即使清灵墓再厉害,也难以看穿这些刻画着一个个小阵法的墙壁。 袖袍一挥,又是二十多条铁被蜈蜈放出。 叽叽叽叽。 这些毒虫府一出现,立刻尖叫着向周围散一开来。 铁被蜈蜈的实力不算强,但是,只要他们受到攻击,自己就能知道敌人在哪。 张扬本人,则是继续披上流银沙,跟在一条铁被蜈蜈后向前寻觅。 刚刚迈出步子,突然一股危险的警罩响起,张扬响也不响,手一伸,一面小盾寄出,双脚在地上一蹬,身形暴退。 同时已经神识指挥,距离最近的一个铁被蜈蜈尖叫着,向着一堵高墙后撕咬而去。 不! 一声巨响,那面仓促之间寄出的盾牌显然不能阻挡着蓄意的一击,亮光闪过,直接将那面盾牌轰碎, 速度几乎丝毫不减地继续向着张扬而来。 吼!张扬一声嘶吼,通红的双眼,锋利的爪子,直接迎着那亮光拍了过去。 叮!一声翠响,亮光被拍飞,划过一道弧线,仿佛长了眼睛一般,继续从侧面向着张扬攻击而来。 前面,铁被蜈蜈受张扬神石的指挥,直接向着高墙后扑击而去。 果然如所料一般,刚刚接近,就见亮光一闪。 扑!扑!扑! 铁被蜈蜈已经被斩为数段。 张扬目光一寒。 既然已经知道敌人所在,自然是身形不停,双脚在地上一顿,整个人如炮弹一般扑了过去。 对于身后再次攻过来的飞剑,只是手臂一挥,就格挡开来。 飞剑势头受阻后,威力本就降低,自然不能对张扬变态的防御,造成什么损伤。 躲在高墙后面那人显然没想到张扬竟然这么彪悍,身形一闪,就要逃走。 张扬神识一动之间,整个人瞬间变化,一道巨大的拳头影子升起。 但见这个拳头,足足有一丈高,四指紧握,拇指紧扣全眼,几个关节都因用力而发白,一看就是攻击力十分强大的样子。 大坝倒数! 张扬瞬间施展开来。 哄! 巨大的拳头,直接将那堵高墙轰为积粉,同时毫不停滞地继续向前,声势极其浩大。 那道人影急忙转身,手指发掘连点,一阵光芒闪烁中,一个漩涡般的存在生成。 大坝倒数巨大的拳头轰击上去,竟然像是陷入了泥闹中一般,很快消散掉。 就连张扬本人也是一个猎切。 还没有站稳脚跟,天空中突然万象流转,七色流彩,万道星芒急射而下。 张扬虽然不惧,可也不愿意傻挨攻击。 继续一面小顿祭出,迎风而涨,变为树杖大小,将自己牢牢地遮了起来。 张扬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法宝。 叮叮叮。 一阵阵清脆的响声中,那万道星芒全部被弹开。 张扬一翻手,手中已经多了一个紫葫芦。 神识一动之间,修修修。 时数到星芒闪烁,尽数打了出去。 葫芦飞刀,最大的优势就是其突然性。 用来对付高阶修士的话,除非在特殊环境下偷袭,是很难奏效的。 当然,张扬并不指望着依靠这葫芦飞刀杀敌。 他只是看对方攻击太过犀利,先发动一波反击,让对方忙于应付,最起码不能对自己继续连续攻击而已。 否则的话,对方的攻击连绵不断,张扬光是应付就够头疼的了。 现在看得清楚,敌人是一个戴着青铜面具的老者。 但是,让张扬心记得是,那老者又是几道法爵一捏,面前的空气白芒一闪,凭空形成一道漩涡。 葫芦飞刀射出的十几道流光陷入漩涡之中,就如进入流沙中一般,转眼线进去,消失不见了。 张扬双眼一凝。 这是什么功法? 也太逆天了吧? 会员环犀利,似乎也只能收走兵器而已。 而且,对于一些法力雄厚的敌人所发出的兵器或者半仙器、仙器等,是很难收走的。 但是,这个青铜面具老者的白色漩涡,却是不管法术还是法宝,大小通吃的样子。 变态! 果然够变态! 张扬却是不肯甘心,手一翻,万腰翻出现在手中,瞬间胀大。 哼!你这漩涡能应付法术和法宝,就来试试这万腰翻吧! 张扬冷哼一声,伸手用力一摇。 呼!阵阵阴风吹出,立刻灰色雾气弥漫,浩浩荡荡向着青铜面具老者席卷过去。 哦! 呜!鬼哭狼嚎之音,凡人远远听见就要被射去魂魄。 那名老者,果然脸色一变,手中一件灵荡样法器,用力一摇。 叮叮叮! 奇特的音律,阴风中那些生魂,果然受到影响。 一些首当其冲,而又比较弱的生魂,直接消散掉,冰解在了空气之中。 但是,冰解的毕竟只是极少一部分,张扬估计不足数百的样子,相对于十几万的数量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瞬间时间,那名老者已经被十数万生魂淹没,卷裹在了阴云之中。 啊! 一阵阵凄厉的呼喊声中,但见无数圣壶扑进青铜面具老者的身体之中,尖牙利齿狠狠地撕咬着。 很快,一个原因从身体中一顿而出,就要向着远处逃走。 但是,在妄鬼包围之下想要逃走,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更多的生魂像是看到最美的美味一般,争先恐后地抢上去撕咬。 眨眼之间,那原因已经别分时干净。 战斗结束。 张扬手中万腰翻一招,阴风一卷,漫天生魂全都收了回去,整个世界瞬间恢复清静。 张扬俩身上前,将那青铜面具摘了下来,看着老者的面容摇了摇头,并不认识。 灭杀了敌人,剩下的事情自然好办。 阵法即使再厉害,一旦没有人主持,也就厉害不到哪儿去。 更何况,求困叶晨的是个小阵法,张扬从外往里破,饶是如此,也花费了数个时辰的时间才将其打开。 咻! 就在阵法破开一个裂缝的同时,流光一闪,叶晨已经顿了上来。 主人! 感谢主人相救! 看到张扬,叶晨哪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除了精神稍微微米,其他方面都还不错。 张扬在看到叶晨的第一时间,就点点头。 没想到,这句话却是惹得叶晨脸色一红。 让主人见笑了。 因为小老儿潜入叶府之后,自以为隐秘,没想到,却是一头撞入了敌人的裸网之中。 那个戴青铜面具的老家伙,本身修为就比小老儿高, 再加上诸多手段,以及孽徒阵法相助,小老儿几乎没有还手,就被镇压了。 只来得及在被镇压之前给主人宁传送了信息。 张扬立刻无语。 原来这家伙根本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难怪根本就没有受伤了。 这个人就是戴青铜面具那老者,你可认识他。 张扬指着旁边一具尸体问道。 叶晨稍一端向,脸色立刻大变。 左执事?竟然是北明司空岛的左执事? 北明司空岛?张扬立刻联想到了自己在北明司空岛附近所遭遇的一系列截杀。 以左执事的地位,那些行动有可能是他的个人行为。 但是,无论如何,张扬对这司空岛反正是记恨上了。 无论如何,以后有机会的话,肯定是要对付他们的弟子来报复的。 主人,北明司空岛是独立于三宗四派的一个大势力,论真正的实力,甚至要在三宗四派任何一个门派之上。 左执事死在这里,不论是什么原因,一旦传出去,我们恐怕都会遭到无休止的追杀。 叶晨面色担忧? 没关系,不会有人知道的。 张扬冷哼一声,突然手臂伸展,大口张开,吞噬功法施展开来。 司空岛左执事本是被万鬼涅咬灵魂而死,身上没有伤口。 但是,在张扬吞噬功法的强大作用下,尸体的血脉骤然沸腾起来,越来越剧烈。 扑!扑!扑! 一连串的响声中,却是满身血脉破体而出。 整个空间,一时充满了浓郁的血腥之气,那些血物喷射出来之后,立刻凝聚成血柱,向着张扬的口中射去。 肉眼可见的,那具尸体迅速地萎缩。 片刻时间,一具尸体已经变为了干尸。 张扬紧跟着手一挥,一朵火焰飘过去,落在干尸之上。 轰!立刻燃烧起来。 瞬间,那干尸就化为了灰烬,风一吹,消散在空气之中,没有一点存在过的迹象。 本尊不惧怕司空倒,但是,如果狄在明,我在暗的话,不是一种更美妙的境界吗? 张扬嘴角上扬,挂着一抹微笑。 第245章,索罗戒,戒子小屋的时间法则。 叶晨看着那团火焰,眼中满是亚异。 虽然只是一小团火焰,但是,炼起师出身的叶晨,修炼的可是火属性功法,自然能够从那火焰中感受到浓郁的炎火之力。 叶晨甚至确定,这炎火之力,比起自己所修炼的来,也是无不及的。 如果这种炎火之力是出现在一名人族修士身上,或者是一种善于浴火的要修,那都是可以理解的。 偏偏张扬一头僵尸,一头黑僵,一头本应是修炼极英功法的黑僵,随手能够释放出如此浓郁的炎火之力。 于是,这个主人在叶晨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神秘了。 张扬自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看着地面上残留的两枚戒指。 其中一枚是纳物戒,另一枚白玉制的,要宽大一些,更有些类似斑纸的存在。 绣袍一挥,两枚戒指已经进入手中。 那枚纳物戒倒是没什么特殊的,神识查探里面的法宝,张扬就眉开眼笑了。 法宝? 稍微查探另一枚白玉戒指,张扬立刻一声轻疑。 叶晨一哆嗦。 主人可否让小老儿看看这枚戒指? 张扬点点头抛过去。 叶晨仔细探查一番,脸上立刻激动起来。 索罗戒? 索罗戒?果然是索罗戒。 看着张扬有些茫然的神色,叶晨公生解释道。 主人,这是北明司空岛的索罗戒。 司空岛的镇派之宝,是一件神器。 另外,还有四大仙器,六大半仙器。 这索罗戒,就是半仙器之一。 它的外形虽然是戒指,其实是一件非常强大的防御宝物。 半仙器? 张扬眉梢上扬,脸上露出喜色。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半仙器的用处反倒比仙器要好。 因为,以他自己的实力,根本就收服不了仙器。 就像三位丹卢和扶苍剑,只能白白在那物界中躺着。 篇幅一记中,扶苍老儿说得好,张扬要想掌控扶苍剑,要么扶苍剑的原主人扶苍老儿出手协助,要么就是张扬自己晋级到飞江。 当初骆飞能够驾驭仙器三叶清廉,并且以此追杀张扬,估计就是因为其长辈协助其成为了清廉的主人。 是的,主人。 小老儿身为练器师,这点眼光还是有的。 叶晨点点头。 张扬翻手索罗剑收入那物界中。 半仙器的认主过程不算复杂,但是,也是需要花费些心力的,自然不能在这里进行。 心中高兴。 现在的张扬,已经拥有三位丹卢和扶苍剑两大仙器,另外还有镇妖塔和索罗剑两大半仙器。 巅峰财富的丰厚程度,只可与三宗四派的任何一个门派相比。 要知道,天玉宗原仙包括三位丹卢和斩仙圈在内,也才只有三件仙器而已。 三位丹卢被张扬抢走之后,就只剩下两件仙器。 抓紧时间收拾一下东西,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张扬脸色很快平静,命令道。 是,主人。 叶晨答应一声。 身为人族中有名的炼器师,叶晨一生所积攒的财富是相当巨大的。 一番搜罗,各种珍稀材料装满了树莓纳物件。 看到陷害自己那名徒弟的干尸时,叶晨又是一番咬牙切齿,对于张扬出手帮自己报仇道谢一番。 一个时辰后,张扬依旧躲进血冠之中,由叶晨携带了血冠,通过传送阵离开了大禹城。 半月之后,归云城。 城墙巍峨,巨大的花岗岩石,每块足有数百吨甚至上千吨重,建成这座城墙,却是不知道花费了多少这样的岩石。 走近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些岩石上,雕刻着一个个镇法。 小镇法串联着大镇法,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了人族最坚固的城池之一。 城门口,驻守着十几名修士,其中领队的一个,竟然是金丹修士。 当然,除了这些修士之外,还有百人小队的凡人士兵,负责检查来往的凡人。 主人,这归云城,是归云商行建立的城市,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但是,这座城并不归所在的郡治管辖,而是一座独立的城市。 在人族之中,归云商行的地位比较超然,他们不参与人族内部正派和邪派之间的争斗,只是一心做生意。 据说,甚至在海外其他种族的大陆上,也有着归云商行的商号,不知道是真是假。 叶晨身体威公,极其客气地向着张扬解释着。 这一幕,江城门口那些助手的修士,看得直瞪眼。 张扬却是顾不得他们的感受,点点头,率先迈步走进城门之中,叶晨稍微落后一步,紧随其后。 思,范前辈,这头黑江是什么来历? 晚辈没有看错的话,那名老者身上的气息,似乎是原因修士吧。 一名原因前辈,竟然对一头黑江如此恭敬。 张扬刚刚进入城门,身后一名助击修士就到抽一口冷气,向旁边的金丹修士问道。 嗯,你说得不错,那名老者的确是一名原因修士。 我看,这头黑江十有八九是僵尸一族那些老祖们的后辈,否则的话,是不可能让一名原因修士如此恭敬的。 记住了,这头黑江,我们招惹不得。否则的话,即使他一个不高兴杀了我们,恐怕商行也不一定会为我们找回公道。 那名金丹修士很负责人地警告道。 是,多谢前辈提醒。 旁边众修士一脸仗了见识的表情。 张扬微微一笑。 他的神识极其强大,那些修士的言语一丝不落地落入了他的耳朵中。 他确实没想到,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竟然引起别人的关注。 不过,张扬也不是特别在意。 转眼之间来到归云商行的总部。 一座小城的归云楼都是气势辉煌,作为总部,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建筑工艺所能够形容了。 站在归云楼前,可见富丽堂皇的大楼上方云气阴晕,阵阵法则波动。 张扬相信,这归云楼总部建筑之坚固,即使圆英修士在内部动手,也不一定能够将其摧毁。 迈步走进去,立刻一名助击修士迎了上来,满脸的笑容。 征得张扬同意后,叶晨胸膛一挺,毫不客气地开口道。 快去告诉卢老儿,就说老友叶晨来访,让他赶紧出来。 圆英修士在人族中地位崇高,但是,归云楼还不至于怕了他。 只是,叶晨的口气如此之大,而且,明显跟卢老儿相熟的样子,那名修士倒也不敢怠慢。 只会一名练器修士将叶晨二人引到楼上雅间赞坐,他本人则是快速地向着后院而去。 张扬一脸古怪的表情,看着叶晨。 那个卢老儿,张扬是知道的。 是归云楼的总管事,本身修为算不上太高,可也有原因后期的修为,更加重要的。 是他凭借着一身练器术和经营的天赋,成为了归云楼的掌舵人。 在修真大陆上的地位算是十分崇高。 叶晨开口就是这种语气,自然令人浮想连篇。 呵呵,主人见怪了。 面对张扬是,叶晨原本挺着的胸膛又勾搂了几分,小老儿跟卢老儿相交,是凭借着练器术。 百年之前,小老儿在练器术上给卢老儿有过不小的帮助,因而,算是有些交情。 叶晨虽然说得简单,但是,语气中明显有着自豪。 两人只是坐了片刻时间,就听外面一阵笑声,一名身着短衫的老者迈步走了进来。 叶老儿,果然是你。 哈哈哈哈,这数十年来,你竟然不登门一次也就算了。 上次老夫亲自登门拜访,竟然吃了你的闭门羹,难不成你真把老夫不放在眼里了吗? 话说到一半,突然一声轻疑。 元英七? 叶老儿你竟然晋升元英七了? 难怪! 看来上次老夫拜访是没有挑对日子啊。 原来你当时是在闭关了。 叶晨一声苦笑。 闭关? 西! 恐怕你拜访的并不是我吧? 哦! 听叶老儿你的语气,似乎话中有话啊。 短衫老者疑问道。 此事说来话长,容小老儿先来介绍,这是小老儿的主人。 叶晨说到张扬时,脸上露出恭敬的表情。 那短衫老者刚进来的时候,眼睛只是扫了一眼,张扬就没有在意,而是直接跟叶晨对话。 显然没有将这头黑将放在心上。 现在听叶晨介绍,才是一愣。 主人! 叶道友,不会是有什么难处吧? 莫不是得罪了哪个僵尸老祖。 短衫老者的语气突然冷了下来,凛冽的眼光盯着张扬。 张扬脸色立刻一寒。 如果这归云楼真要多管闲事的话,自己也是不畏惧的。 拥有众多手段之下,张扬的胆气越来越壮。 只是,不到最后时刻,他是不会出手的,当下将目光转向叶晨。 后者看到短衫老者的无礼,大眼一瞪,怒喝道。 卢老儿不准对我家主人无礼,否则,小老儿即使拼了性命,也要跟你没完。 这种态度,倒是将短衫老者喊得一愣,紧接着又是恍然的样子。 叶道友,想来你是被人磕下了灵魂烙印吧? 道友放心,既然道友来到我归云商行,小老儿就不能不管。 无论对手是谁,相信小老儿和这归云商行的面子,对方还是要给些的。 短衫老者盯着张扬,口中称着叶道友,但是,话明显是说给张扬听的。 卢老儿,你如果再如此说,老夫真要拼着跟你断绝关系了。 叶晨一声抱贺。 然后转身向着张扬下跪,满脸坚定的表情。 主人,小老儿一心跟随主人,毫无一心,请主人放心。 嗯,叶老不必如此,快请起来。 本尊自然是了解的。 张扬微微一笑,对叶晨的态度极为满意。 这一来,短衫老者倒是真的疑惑了。 他十分明白,这叶晨肯定是被人种下灵魂烙印了。 可是,刚才自己这样保证,只要叶晨点点头,不说别的,让那种下烙印的人放过叶晨,这一点归云楼还是有信心做到的。 可是,看叶晨的样子,似乎真的是甘心跟着这头黑浆一般。 这,这也太奇葩了吧。 毕竟一会儿是要有求于人的,叶晨输了口气,对短衫老者道。 卢老儿,小老儿,知道你误会了。 小老儿刚才说过,你前些日子到叶府让你吃了闭门羹的,并不是小老儿,这句话,却是一点没错的。 叶晨说着,将自己杜雷劫后被陷害,一直到张扬解救的遭遇说了一遍。 当然,他只说了张扬斩杀了赖昌,将自己救出,因为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传开,没什么好隐瞒的。 至于张扬斩杀了赖天王和北明司空岛的佐治氏等事,那自然是不能说的。 虽然叶晨足够信任卢老儿,但是,这种事情总是少一个人知道的好。 否则的话,一旦传出去,张扬就要遭到中南子府和北明司空岛这两大势力的追杀,以后在修真戒中行走,将苦难重重。 所以说,主人对小老儿有救命之恩,又帮助小老儿清理门户,此等大恩,值得小老儿用一生来回报。 至于解救之事,以后修也再提。 叶晨的语气十分坚定。 他有一点没说的,自己之所以愿意跟着张扬,可并不是因为对方的救命之恩那么简单。 救命之恩虽然重要,却还不值得他一生为奴。 叶晨看重的,是张扬恐怖的实力。 以黑江之身,就能够接连斩杀元英修士。 而且,像赖天王和司空岛左直士等,都是元英修士中的顶尖存在,如果其进几茅江之后,将会多么的恐怖。 跟着这样的主人,才有更多的机会在修真之路上越走越远。 而且,也才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多珍惜才来,一展自己在练气能力上的所长。 当然,张扬的手段,叶晨也是比较了解的。 万一自己露出什么想要摆脱的野心,叶晨绝对知道这个主人肯定会让自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一个不利于得罪中南子府和北明司空岛的人,又岂会畏惧归云商行的威胁。 说白了,即使有摆脱奴仆身份的心思,叶晨也不敢冒这个险。 短山老者虽然感到奇怪,但是,看叶晨这么做,确实是发自内心,也就不再阻拦。 只是对叶晨的遭遇,一番唏嘘。 叶晨眼珠一转,开口道。 卢老儿,如果你真心想要帮助小老儿的话,现在小老儿倒是有一事相求。 短山老者脸色拉了下来,摆手道。 你这小老儿,肯定又在打老夫什么好东西的主意,免谈。 叶晨白眼一番。 卢老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吧。 想当年老夫可也是帮过你不少忙呢。 你现在听也不听,就一口回绝,哼。 说着,做出了生气的模样。 张扬在一旁看着,实在没想到这平时貌似死板的叶晨,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短山老者,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一笑道。 嘿嘿,那叶老儿你说说看,又盯上,我家什么宝贝了。 能值得你亲自跑过来开口。 叶晨口中念如了一番,道。 这个,我家主人的洞府建在十万大山之中,现在兽潮即将爆发,极有可能会遭到毁灭。 所以,小老儿想向你买一个戒子小屋。 什么? 戒子小屋? 短山老者立刻跳了起来,你也知道兽潮要来了,还来,像老夫来要戒子小屋。 现在我们归云商行的许多产业,都要靠这戒子小屋来保护的。 如果再平时也就罢了,现在吗? 不行。 短山老者连连摆手,一口回绝。 叶老儿? 没想到你竟然一点交情都不念。 当初你研制这戒子小屋的时候,老夫可是也出了不少力气的。 现在只是向你来购买一个而已,竟然都不舍得,不觉得太说不过去了吗? 叶晨也拍桌子站起来,开始咆哮。 嘿嘿,此一时彼一时也。 现在寿潮临近,各种资源都十分紧张,戒子小屋数量有限,短山老者说到这儿,眼珠一转,卖起了关子。 当然了,你如果一定想要这戒子小屋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哼,就知道你这老儿贪婪狡诈。 有什么条件就说吧。 如果要零食的话,我家主人富有,是不会少了你的。 察觉对方似乎要狮子大开口,叶晨眼睛一番,极为不悦。 嘿嘿,叶道友说的哪里话? 你说我们归云商行会缺少零食吗? 短山老者稍微一顿,接着说道。 叶道友应该清楚,我们这戒子小屋能够将大千世界中的一方天地收入其中,并且能够跟大千世界的地气相连接,这也是相当于自成一方天地了。 小老儿前些日子偶然间得到一块天外陨石,发现其中竟然蕴含着奇特的时间法则。 小老儿想,如果能够将这块天外陨石利用好的话,说不得能够改变戒子小屋中的时间法则。 大千世界中一日,戒子小屋中一月,这也是说不准的,这个问题要想解决。 小老儿一个人是不成的。 如果叶老儿你能来帮忙的话,送你一座戒子小屋又如何? 这一句话,张阳和叶晨的眼睛都是一亮。 大千世界中一日,戒子小屋中一月。 而且,戒子小屋能够跟大千世界中的地气相接连,谁都知道。 这对于一个修炼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246章,隐藏洞府。 叶晨转头看向张阳。 显然,这种事情是需要张阳来做主的。 张阳脸上表情平静,其实心里早就一阵沸腾了。 原先叶晨说,戒子小屋内部自成一方小千世界,并且能够跟外界大千世界的地气相沟通。 这一点已经让张阳十分惊讶了。 现在,短山老者竟然说要改变戒子小屋这方小千世界中的时间法则。 多了不说,哪怕调整上数倍,外界一天时间,戒子小屋中就是数日时间。 这对一个修真者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容不得张阳不心动。 只是,这件事情有些太过骇人听闻了,张阳也有些不太敢相信,稍微一顿,问道。 不知卢老有几分把握能够成功? 如果叶道友肯来帮忙的话,小老儿至少有六成把握。 短山老者比划了一个手势,极为自信的样子。 六成把握已经非常不低了。 张阳立刻下定决心。 好。 不过,在下还有一些条件。 道友尽管开口。 短山老者显然对叶臣极为重视的样子,文言大喜。 张阳也没什么好客气的,他也看出来短山老者对叶臣的重视了。 这时候,如果再不趁机提些条件,那可真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第一,按照卢老刚才说的,送在下一座戒子小屋,当然,如果卢老为难的话,卖给在下也可以。 后半句是张阳稍微一顿之后补上去的。 短山老者像是受到侮辱一般,立刻开口道。 为难。 小老儿好歹也是这归云商行的掌舵人。 现在戒子小屋虽然紧张,老夫送出一座去,难道还有人敢说三到四不成? 道友修在提这个买字。 这一点没问题。 张阳心中暗笑,脸上依旧平静的表情。 好。 卢老真是爽快人。 那在下就继续说第二点。 将来可以改变时间法则的戒子小屋制造好之后, 如果仅有一座,在下自然一切不说。 如果有两座甚至以上的话, 在下希望能够得到一座,哪怕付出零食或者其他法宝来交换也可以。 张阳的语气坚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短山老者这次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沉思着什么。 这个,那块天外陨石的体积并不算大, 也不知道到底能制造出几个戒子小屋。 这个问题,咱们还是容后再说吧。 卢老儿,到底能制造出几个戒子小屋? 老夫我也不是白痴,到时候自然知道。 老夫还不信了,那块天外陨石会如此凑巧, 正好够制作一座戒子小屋所需。 哼,这个理由你还是拿去骗别人吧。 小老儿这就替主人说了,制作出来之后, 必须给我家主人一座,否则免谈。 叶晨吹胡子瞪眼,效果还真是不错。 那短山老者尴尬的一笑。 呵呵,卢老儿话不能这么说吗? 老夫也是怕现在话说满了, 到时候万一只有一座,那可如何是好? 既然如此,老夫就应下了, 如果有两座以上的话,可以给你们一座。 嘿嘿,这还差不多。 主人放心,尽管提条件。 没有了小老儿, 他们炼制新型戒子小屋成功的几率, 最少要下降一半。 叶晨语气中颇为自豪, 后半句却是对张扬说的。 张扬一笑, 心说技术行人才在哪都吃香啊? 口中继续说道。 第三点,因为最近在下有些急事, 需要叶老帮忙, 所以,他要先随在下回洞府, 等处理完在下的事情之后, 才能再来帮助鲁老。 这怎么可以? 现在寿朝临近, 根据我们的观察, 只需要五年多时间, 第一个妖兽部落就会进入人类疆域。 如此紧张的时刻, 那戒子小屋自然是越早研制出来越好。 短山老者有些不悦。 如此的话, 就只好对不住鲁老了。 在下那件事情也是十分要紧的, 甚至还在这戒子小屋之上。 张扬挥一挥衣袖, 不愿再谈的样子。 夜晨逝时地街上话茶, 卢老儿, 我家主人有急事, 小老儿自然是先帮主人的。 你可想清楚了, 这次你不同意, 以后有什么事, 也就不要找老夫了。 以前老夫所帮你的忙, 就当是帮了, 白眼狼了。 短山老者脸上一阵挣扎, 最终苦笑一声。 罢了! 罢了! 算是小老儿怕了你。 只是, 不知道有这一去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太长的话, 小老儿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张扬稍一思索, 跟夜晨神时交流一番, 开口道。 一两年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最多三年时间。 好, 那咱们就以三年时间为约。 三年之后, 还是这归云城, 小老儿静后夜道有。 短山老者也是果断之人, 争取到最大利益之后, 当机立断。 好! 一言为定! 张扬拱拱手! 紧接着, 短山老者转身离开, 片刻时间之后, 手中拿着一座微型釜笛走了过来。 随形配套的, 还有数百只小旗和一些珍稀材料, 复杂异常的样子。 这座府底, 只有巴掌大小, 但是金碧辉煌, 绚丽无比, 楼梁顶住, 具体而微。 张扬接过, 稍微探查之下, 就发现了其中的神庙。 东西得到, 满意地告辞离开。 因为担心洞府的情况, 一路上不敢停留, 接连阵法传送。 还好, 从归云城到麦基镇之间虽然路途遥远, 但是, 几乎一路都有传送阵法相连。 很快回到麦基镇, 向白管市等问清楚最近的情况, 知道没有大的变故之后, 才换回了在此避难的石开来等, 向着洞府飞顿而去。 摇摇地, 张扬的清灵墓全力开启, 看清洞府并没有遭到破坏, 虽然对于妖修没有拉帮手来报仇, 有些讶异, 却也感到正常。 毕竟, 以张扬当时表现出来的实力来说, 普通话形妖修过来只是送菜, 而如果出洞更加强大的存在的话, 受朝政处于集结和爆发的关键时刻, 他们又不一定有心力。 张扬的猜测, 跟事实也相距不远了。 心中略微放心, 一道道流光顿下, 返回洞府之中。 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将洞府收录到戒子小屋的小千世界之中。 戒子小屋的空间只有方圆数十里大小, 张扬的洞府原先占地面积在方圆百里以上, 但是, 其中大部分其实都是无用的废地, 稍微压缩, 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选定要搬迁的区域之后, 张扬、 叶晨 还有石开来三人同时出手, 按照一定的方位, 一面面小旗被插入了地下, 许多奇特的材料往往需要纪练一番才能够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极为耗费时间的工程。 好在一切顺利。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张扬凌空悬浮于洞府之上, 手中托扶着戒子小屋。 地面上, 隐隐奇特的力量波动, 跟戒子小屋遥相呼应。 足足花费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 张扬一行终于完成了洞府周围阵法的布置。 现在的洞府, 已经限制在了数十里范围之内, 完全符合戒子小屋内部空间的要求。 闭上双眼, 神识探查之下, 张扬可以感觉得到, 戒子小屋中散发出一阵阵的韵律波动, 竟然跟周围的大地完全和谐的样子。 身为戒子小屋的主人, 张扬对这一点完全确定。 微微一笑, 知道条件已经成熟, 当下不再犹豫, 心神一动, 戒子小屋祭出, 呼! 金色璀璨的光芒耀眼闪烁, 一根根金针样的光芒刺眼无比。 在这光芒之中, 戒子小屋迎风而涨。 八掌大小, 杖鱼大小, 数掌大小, 数十掌大小, 方圆里许, 方圆十几里, 方圆数十里。 片刻时间, 戒子小屋已经长到方圆数十里大小, 庞大的身形在地面上投下一片阴云, 壮阔无比的样子。 呼! 伴随着一阵风声, 戒子小屋兜头压下, 一下将以张扬洞府为中心的一片山脉, 照入其中。 嗡! 一阵和谐的韵律散播开来, 那座戒子小屋, 现在巨大宫殿一般的存在, 巨大的宫殿仿佛被撞响的明钟一般。 发出一声积月轻阳的嗡鸣声。 随着这嗡鸣声, 宫殿开始迅速缩小。 肉眼可见的速度, 由方圆数十里, 到方圆十数里, 再到方圆数里, 方圆里许, 方圆数十丈, 方圆十数丈, 方圆数丈, 一直到手掌大小。 而在这宫殿缩小的时候, 原先被罩在下面的那些山脉, 并没有显露出来, 反倒是周围的地势一阵变幻, 仿佛突然长大, 将这一块挤没了一般。 前后片刻时间, 方圆数十里的山脉, 就这样凭空消失掉了, 而且, 丝毫不显的样子。 看起来既神奇, 又显得诡异。 身为戒子小屋的主人, 张扬却是看得清楚, 包括自己的洞府在内, 那消失的方圆数十里山脉, 都已经被收纳进了戒子小屋之中。 肉眼看上去, 只有八掌大小的戒子小屋, 内部空间却是有方圆数十里之大, 自成一方小千世界。 第247章, 僵尸老祖的前置。 张扬满意地点点头, 眼中闪过喜悦的神色。 咻! 化作一道黄光, 顿入了这戒子小屋之中。 随着张扬的顿入, 只见这座戒子小屋迅速下潜, 一直到地面之下数百丈深才停止不动。 在这个深度的土层中, 周围可见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 八掌大小的戒子小屋混入其中, 竟然丝毫不显的样子。 这时候, 即使有神识强大的修士在地面上刻意探查, 恐怕也很难发现这戒子小屋的存在。 戒子小屋之中, 张扬盘膝坐在洞府之中, 夜晨和石开来功利面前, 阴泉之灵小黑则是早就一头扎入地下, 开始凝聚阴气, 继续滋养他的阴泉。 以后, 这里将是张扬永久的洞府, 由小黑在百年千年甚至万年滋养之下, 将形成阴气极其浓郁的所在。 当然, 在张扬的命令之下, 小黑将会将阴气凝聚在洞府的中央一部分, 至于其他部分, 则是要照顾夜晨和石开来二人。 因为戒子小屋深入地下, 距离地火更近。 夜晨已经计划着引入地火, 这样, 既能够增加洞府中的灵气, 又能够建立地火, 用以炼制法器等。 在法阵的作用之下, 将来张扬的洞府中, 阴气和炎火之力, 这两个原本极端的存在将和谐共存。 有了这么一处所在, 不光是张扬, 包括夜晨和石开来都是兴奋无比。 即使受朝的危害在强大, 他们躲在这里, 也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张扬手指一弹, 一个数尺高的小塔, 凌空悬浮, 一彩的流光四射, 炫目无比。 夜晨, 这镇腰塔有所损坏, 你所要的材料都在这枚纳物界中。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不必管其他事情, 专心修复这枚纳物界即可。 引入地火的事情, 就交由石开来负责。 是, 主人。 夜晨二人公声答应。 夜晨接过镇腰塔, 仔细查探一番, 保证道。 主人放心。 这镇腰塔, 看似破开一条大口子, 其实损坏并不严重, 其中依旧自称一片空间。 小千世界是根本所在, 它没有被损毁, 修复起来就不困难。 小老儿当时说三年, 其实最多一年多时间, 就能将它修复好。 那好, 这镇腰塔威力无穷。 如果能够修复好的话, 将是本尊接下来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之一。 对于我们对付寿潮十分重要, 你务必尽心就好。 张扬又叮嘱一番。 是, 主人。 交代好之后, 夜晨等人退出。 张扬则是迈步走进洞府掩火之力控制的区域。 现在的洞府, 两极分化。 在阴力凝聚的区域, 灰蒙蒙的雾气弥漫着, 阴风荡荡, 凄冷无比。 而在掩火之力控制的区域, 则是漫天火烧如绚丽的朝霞一般, 周围都是炙热的空气。 刚刚迈步走进来, 就感觉到一股股炎火之气透过皮肤进入到身体之中。 张扬的身体, 既能够吸耐阴气, 又能够吸耐炎火之力。 不过, 这次张扬要服食的, 是在远古遗迹中得到的凝火丹。 凝火丹, 极其珍贵的丹药, 人族修炼火属性法力的金丹七修士, 只要服食一颗, 就能够进一级。 张扬在三味丹炉被祭炼一番之后, 身体融合了八方印, 也具备了火属性法则, 金丹修士的特点, 服食凝火丹一样能够进击。 也就是说, 现在是黑江巅峰的他, 只要服食一颗丹药之后, 就能够进击到黑江大圆满状态, 随时可以准备度第二次雷劫, 冲击毛江的门槛了。 这次龟云成一行, 从短山老者那听到的消息, 他知道行动最快的一波寿潮, 也要五年多的时间, 才能够走出十万大山。 以短山老者, 龟云商行掌舵人的身份, 这番话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这样一来, 张扬也就放下心来。 在一处掩火之力最浓郁的所在, 盘膝座下, 张扬伸手拿出一枚火红色的丹药, 仰头伏下。 这丹药极其纯粹的样子, 入口即溶。 张扬法力运转, 将这药力溶解开来。 哄! 犹如一团火焰, 突然在口中爆炸开来一般, 炽热的气流, 瞬间向着全身漫移而去。 饶事张扬经历过不少事件, 也是忍不住一个哆嗦, 巨大的痛苦感袭来。 还好, 张扬的神智是无比清晰的, 功法运转开来, 努力吸纳着这些炎火之力。 药力之中, 除了炎火之力外, 还有丝丝其异的能量。 对于张扬来说, 这丝丝其异能量的作用, 比炎火之力的作用要大得多, 因为, 就是这些奇异能量, 在不断改造着张扬的身体。 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改造, 虽然张扬的身体防御力已经强大无比, 但是, 他却能从另一个角度对其加以提升, 这让张扬感觉十分满意。 张扬很快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进入了闭关修炼之中。 连绵起伏的山岭上空, 一团黑色雾气卷裹中, 两头僵尸急速飞盾, 在附近山岭上来回盘旋。 灯坤, 这里就是你说的洞府所在。 说话的, 是一头浑身布满绿色绒毛, 体型雕悍高大的僵尸。 此时这头僵尸满脸争鸣的横肉, 暴躁无比的样子。 是, 是的, 老族。 灯坤十分确定, 当时那头黑僵的洞府, 确实在这里。 这个灯坤, 自然就是前些日子代表僵尸一族来邀请张扬的那头黑僵。 当时被张扬打断的双腿, 现在竟然已经痊愈的样子。 僵尸强大的愈合力, 由此可见一斑。 只是, 在面对那头毛僵尸, 灯坤混无原先的气势, 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心中连连叫苦。 黑僵的神识虽然不算强大, 但是, 这基本的方向他, 却是不会记错的。 灯坤可以拿自己的性命发誓, 当时那头叫做张扬的黑僵的洞府, 真的就在这里。 可是, 眼前的事实告诉他, 这里根本就连有过洞府的迹象都没有。 哼, 如果这里曾经住过洞府, 哪怕现在迁走了, 总会有些迹象吧? 那头毛僵一声冷哼, 明显有些怀疑的样子。 老祖息怒。 灯坤脸色厉变, 还要继续解释, 却被那头毛将抬手打断。 算了。 我相信你不敢欺瞒本作。 按照你所说, 张扬手下有一名人族原鹰修士的奴仆。 人族修士的力量是弱小了些, 但是, 各种奇怪的手段极多。 他们使用什么手段帮助张扬将洞府迁走, 掩藏了行迹也是有可能的。 老祖英明。 灯坤热泪盈眶, 都想抱住老祖亲一口了。 一头黑江, 竟然能够奴役一名人族原鹰修士, 拥有一具原鹰级别的通灵傀儡, 还能够在转瞬之间斩杀三名化形妖修, 嘖嘖。 本作真是有些期待了。 如果齐不是夺射的话, 我僵尸一族又将多一个强大的战力。 带齐晋级矛江成为新的老祖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头矛江喃喃自语着, 眼神发亮。 僵尸一族的规则, 一般能够称为老祖的, 都是矛江中极其强大的存在。 僵尸在由黑江晋级矛江的过程中, 有极少一部分会觉醒天赋神通。 天赋神通的种类不一样, 或者是强大的防御能力, 或者是强大的进攻能力, 也可能是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等。 一般来说, 凡是觉醒了天赋神通的矛江, 比普通矛江的战斗力要强大的多, 能够获得老祖称号, 在族中地位远远高于普通矛江。 白乌狮王算是非常强大的矛江了, 但是, 因为他没有觉醒天赋神通, 就不能获得老祖的称号。 而且, 真正战斗的时候, 在僵尸老祖们手中, 根本就连逃跑的余地都没有。 一些拥有仙气或者半仙气的矛江, 因为战斗力可以跟觉醒了天赋神通的矛江相抗衡, 往往也能够获得老祖的称号。 只是, 这种老祖一般都会被正常的老祖们所歧视, 他们自己也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妖修中的妖王, 也是类似的存在。 化形妖兽中, 只要觉醒了天赋神通的, 战斗力远远在普通化形妖兽之上, 就能够成为妖王级别的存在。 不论是妖王, 还是僵尸老祖, 在种族中的数量都是极其稀少的。 每一个都是种族的支柱型力量。 当但桑老祖听到登坤的汇报之后, 立刻意识到, 这头黑江具有成为僵尸老祖的潜力, 所以, 虽然在寿朝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 仍然亲自跑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确定张扬的身份。 算了, 如果他真像你所说的那么厉害, 迟早会明镇整个修真界的, 我们只要多关注就行了。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本老祖亲自再来找他。 但桑老祖下定了决心, 绣袍一挥, 阵阵阴风卷裹着登坤快速顿走。 外界发生的这个小插曲, 张扬并不知晓。 此时的他, 正专心致志地为冲击黑江大圆满境界 做着最后的准备。 一颗凝火丹, 让张扬的躯体又上了一个小台阶。 现在, 张扬体内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变化, 新改造过后的肉体, 对于炎火之力的感应更加敏感, 而且, 能够容纳的法力也更上了一个台阶。 周围浓郁的炎火之力, 使得戒子小屋中半片天空都化为了火红色, 甚至有向另外半边侵略的迹象。 啊? 一生富有洪荒气息的长豪, 在这炎火之力的刺激下, 小黑仿佛受到挑衅一般, 迅速从阴泉之中钻了出来。 第248章, 黑江大圆满, 炎火之力交相辉映。 经过一番滋养之后, 阴泉之灵小黑已经恢复到最巅峰状态, 身体长达数十丈, 每一次藤月都能够带起一片浓郁的灰色云气。 周围阴风荡荡, 凄冷无比的样子。 小黑一双比同龄还大的眼睛, 瞪得圆圆的, 紧紧地盯着前方的波动, 脸上一副暴躁的模样。 那股炽热的炎火之力, 让身为阴泉之灵的小黑感到厌恶。 小黑想要扑上去, 喷吐自己的阴冥之力, 将那些炎火之力全部毁灭掉。 但是, 阴泉之灵又从那股炎火之力中感受到了主人的气息。 而且, 似乎主人正在吞噬吸收那些炎火之力一般, 这让小黑又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在周围徘徊着, 不时发出阵阵长嚎声。 哼! 炎火之力越来越炽热。 不光是这戒子小屋中, 就连周围的地气, 甚至地火都被吸收了上来。 在过去这段时间中, 在夜晨的指导下, 拾开来动手布置了强大的地火系统。 这个强大的阵法, 能够将地火直接吸纳到戒子小屋中来。 而且, 这种系统具有一定的隐蔽效果, 平时即使有修饰在上方路过, 也不会发现什么异常。 可是, 现在暴动之下, 炎火之力的气息强大了数十倍不止的样子, 周围的地心都变得一片通红, 如岩浆般的存在。 这时候, 如果弹桑老祖还在上方的话, 一定会发现这里的异常。 张扬身处整个炎火之力的中央部位, 感受最为真切。 只见他的身上, 一片片黑色的鳞片, 仿佛变为了火红一般, 尤其是右手臂, 更是完全变为了火红色, 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 后, 张扬突然一声咆哮, 整片天空都是一阵激荡。 紧接着, 犹如长龙溪水一般, 漫天的炎火之力迅速向着张扬体内灌输而去。 仅仅一炷香时间, 周围就恢复了瓶颈。 依旧有炎火之力, 但是, 浓郁程度已经恢复到平时的水平。 再看张扬, 身上气息强大无比, 头发和右臂全是火红色的, 似乎还在跳动着, 身体其他部位, 则是披着一层细密的鳞甲, 全身筋肉球结, 魁梧雄状, 青面獠牙, 面色争鸣。 呼! 张扬吐一口气, 一团火星乱冒。 看看自己的手臂, 张扬随手一抬。 呼! 一条火龙喷射而出。 张扬手中法觉一捏, 那条火龙立刻灵活, 犹如最皎洁的小蛇一般, 开始五月飞腾起来。 哈哈, 这次晋级, 不但晋级黑江大圆满状态, 更是吸纳了庞大的炎火之力, 跟身体中的九炎之火焦香灰映。 嘿嘿, 以后本僵尸大爷就是一头火僵尸了。 嘿嘿, 谁敢跟本大爷为敌, 放火烧死他。 张扬越想越得意, 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普通修士在面对僵尸的时候, 绝对会做出 阴寒属性法力方面的防御 和物理攻击的防御。 而张扬不但拥有阴寒属性的法力, 更是掌控了如此恐怖的炎火之力, 在对战的时候, 骤然释放出来, 绝对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哈哈, 这是偷袭杀敌居家必备的好手段啊。 张扬大笑着。 这次闭关, 他总共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进入大圆满庄田, 只要在希那足够的法力, 就要随时迎接第二次雷劫了。 希那法力, 对于普通僵尸来说, 是个极其困难的过程。 甚至要花费数百年时间慢慢积累。 但是, 对于张扬来说, 希那法力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如果他愿意, 只要深入到十万大山之中, 接连吐露一群妖兽, 吸干他们的精血, 很快就能达到法力饱满的状态。 当然, 张扬也正是这么打算的。 啊? 就在张扬最兴奋的时候, 一声长嚎, 一道黑影一闪。 小黑到了张扬面前, 已经再次化为小蛇, 身体一弹, 跃进张扬怀中。 滋滋。 小黑尖叫着, 眼神极其人性化的样子。 张扬虽然不能理解他的语言, 但是, 小黑也是通灵之物, 两者之间的神识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哦? 你是问我, 为什么要吸纳这些讨厌的眼火之力? 张扬笑咪咪的。 滋滋。 小黑立刻迅速地点着头, 又是尖叫几声。 呵呵, 你的阴宁之力固然对本尊有帮助, 这眼火之力效果也不错啊。 你家主人我将来可是要做开天辟地头号僵尸的, 自然不能局限在单纯的阴宁之力上。 张扬拍了拍小黑的脑袋, 后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反正主人说的话, 他都是赞同的。 很快, 四道人影快速而来, 却是通灵傀儡铁傀, 石开来, 血奴和鬼仆一行。 主人! 恭喜主人出关! 石开来功声祝贺! 嗯! 最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吧? 张扬点点头问道, 看看众人! 没有见到叶晨, 自然知道其修复阵妖塔, 肯定是到了关键时刻。 是的, 主人! 一切正常! 只是前些天, 那头叫做灯昆的黑江曾经带着一头毛浆来过附近, 群寻一圈, 没有发现我们的洞府所在就离开了。 石开来功声回答, 戒子小屋隐藏在地下, 别人看不到。 但是, 在戒子小屋之中, 却是能够看到外面的人。 带着一头毛浆过来? 那灯昆是知道本尊的实力的, 既然带着一头毛浆过来, 应该不是想要报仇, 更大的可能, 是要展示出诚意, 来邀请本尊的。 张扬轻轻一笑, 将事实猜了个不离时。 只是,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那头毛浆竟然会是觉醒了天赋神通的但桑老祖。 张扬的目光落在鬼仆的身上, 立刻就是一笑。 紫江出街? 嘿, 时开来, 这次做得不错, 竟然协助鬼仆进阶紫江出街了。 是主人提供的丹药充足, 属下只是顺其事而已。 时开来却是不肯鞠躬。 无论如何, 他能够晋级, 你都是有功劳的。 张扬说到这儿, 稍微一顿, 伸手抛出数个小黑瓶。 这些丹药, 是给你和鬼仆的, 足够你们俩最近, 晋级所需。 你们平时修炼, 不必吝惜丹药, 只要是对晋级速度有利的, 就尽管服用。 记住, 只有实力增强了, 才能为本尊多办事。 谢主人! 时开来立刻功声道谢, 心中高兴之极。 要知道, 以他以前的身份, 要想得到一些合用的丹药, 是何其之难? 原先铸足铸鸡中阶的水平迟迟不能晋级, 就是受资源的限制。 自从投靠张扬这个主人之后, 短短时间就晋级到铸鸡高阶, 而经过这数十年的修炼, 时开来感觉自己已经触摸到铸鸡巅峰的门槛, 再次晋级, 相信也就是在这一两年之内了。 这一切, 都是拜主人所赐, 时开来真的死心塌地了。 张扬看看旁边的血奴, 眉头却是又皱了起来。 按说, 血奴子将大圆满, 随时都可能度雷劫才对。 为何现在还没有动静? 张扬有些奇怪了。 他闭关一年, 原以为出来之后, 血奴度雷劫的结果就出来了。 没想到, 不但没有结果, 看血奴的模样, 一丝雷劫的气息都感觉不到的样子, 这就有些奇怪了。 难道僵尸傀儡不会有雷劫降临? 张扬有些拿不准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血奴的水平被局限在紫江大圆满, 那可就非常不爽了。 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暂时放到一边。 实力再次暴涨, 而且, 不知道外界的情况如何, 张扬的第一打算, 就是到麦基镇走一趟。 毕竟, 当初是承诺了, 在麦基镇有危险的时候, 要伸出援助之手的。 而且, 白管是为自己寻找材料, 确实也费了不少力气, 这个忙, 该帮还是要帮的。 吩咐石开来等安心修炼, 暗进城继续制造机械傀儡, 然后携带了铁傀, 化作一道流光, 炖出戒子小屋, 向着麦基镇方向而去。 再次晋级, 张扬飞炖到空中之后, 才感受到身上磅礴的力量。 这次增长的, 主要是炎火之力。 张扬调动炎火之力, 催动金黄雨翼, 每一次用力挥动雨翼, 都能够顿出一百多里远, 比起黑江巅峰时, 又有了一次提升。 而且, 因为是使用炎火之力催动雨翼, 所以, 整个身形看上去不是平时的阴风荡荡, 而是犹如一团燃烧的火焰一般, 封住火势, 再加上金黄雨翼原本的金黄色, 相互辉映之下, 煞是美丽。 张扬飞顿的速度虽然快, 但是, 强大的神石和清零木结合之下, 对地面的情况, 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一路上, 只见妖兽的数量, 比起以前来要更加多了。 甚至一些四五级的妖兽, 这些平时根本不会抛出十万大山的存在, 也偶尔能够看到。 甚至, 有一只五级的雷乌远远看到张扬, 竟然不知死活的灰斥追了过来。 数十年前, 张扬曾经为了斩杀一只雷乌, 而不得不动用力天雷, 将自己也搞得狼狈无比。 而现在, 张扬看到那只雷乌之后, 只是一个盘旋, 就靠着极快的速度飞顿到雷乌的身后。 银月刀祭出, 一道将其斩落, 抽取生魂之后, 吸干精血。 前后总共花费了不足一分钟时间。 这让张扬唏嘘不已。 地面上, 一对对人类修饰, 或是在猎杀着妖兽, 或是倒霉遇上强大妖兽, 不敌之下被人杀死。 第二百四十九章, 他们不敢。 张扬虽然健壮, 却是离也不离。 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才来猎杀妖兽的, 猎杀失败反被杀也是正常的。 而且, 世界上类似的事情多了去了, 如果都去管的话, 累也要累死。 张扬才不会闲得蛋疼。 以张扬的速度, 片刻时间, 就到了麦基镇上方。 现在的麦基镇, 已经有了一些紧张的氛围。 城中人口数量明显暴涨, 显然一些在附近组队猎杀的修饰, 开始往城中汇集了。 修! 天空中一道火红的流光滑过, 麦基镇的防护大镇只是一闪, 发出一阵井鸣声。 护城大镇, 平时一般只有市井的作用, 如果开启到防护状态的话, 每时每刻都要消耗大量的零食。 以麦基镇的规模来说, 根本就支撑不起这种消耗。 所以, 除非敌人濒临城下的时候, 麦基镇的护城大镇一般都只是起到市井的作用。 在井鸣声响起的同时, 立刻有一对修士遇空而起。 但是, 以他们的速度来说, 当他们起飞的时候, 张扬早就到了城中央了。 留给他们的, 只是一道残余的身影。 看这气息, 并不是要修。 嗯, 好像有些黑漿的气息, 但是, 又有这么浓郁的掩火之力, 奇怪。 真奇怪。 能够遇空飞行的, 最起码都是助击修为, 一些见识自然是有的, 但是, 他们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张扬的状态。 不要管那么多了。 只要不是要修就行。 那些实力强大的前辈, 可不是我们寻成的助击修士所能够惹得起的。 我们如此关注, 一旦惹恼了对方, 即使将我们斩杀了, 也不会有人为我们说理。 嗯, 是啊。 我们尽到职责就行。 几个人说着, 很快飞顿而下。 张前辈, 您终于来了。 看到张扬白管事, 笑得见牙不见眼。 嗯。 张扬风轻云淡地点点头。 很快, 白管事又是愣住了, 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一般, 眼睛突然睁大。 这, 黑江大圆满。 钱, 前辈。 您, 您晋级黑江大圆满状态了? 前些日子得了些机缘, 幸运之下晋级而已。 张扬轻轻一笑。 嘶, 白管事倒抽一口冷气。 如果说张扬晋级的过程, 有一个最亲历的见证者的话, 那就是, 白管事无疑。 张扬第一次认识白管事的时候, 才看看晋级紫江。 因为张扬拥有正常的智慧, 还因此被白管事, 当成了修炼九转神功之类的修士。 后来, 就是张扬的一路飞速晋级, 前后不过五十年的时间, 就已经由一头出街紫江, 晋级为了一头大圆满的黑江。 而且, 就在一年前, 张扬也才是巅峰黑江而已。 这种晋级速度, 即使放在人族修士中, 也是绝对的天才了。 不! 岂止是天才? 简直是万年难遇的天才。 更何况, 张扬可是一头僵尸啊。 一头晋级速度, 本应比人类修士慢得多的僵尸。 妖孽! 这是绝对的妖孽。 现在, 白管事心中最强烈的, 就是这个念头。 当然, 在这个念头之外的另一个想法, 就是, 一定要教好张扬。 晋级速度如此妖孽的黑江, 而且, 能够越级控制两名原英级的手下, 即使是白痴, 也能够预料到对方的发展前途, 只要不出什么意外, 将来绝对会是修真戒的一方巨拨。 想到这些, 白管事笑得更加谄媚了。 张扬自然明白对方心中的念头, 也不太在意, 开口问道, 最近麦基镇的情况怎么样? 本尊看有许多人在城内集合, 想来是受潮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吧? 是的, 前辈! 因为先后有两支小队, 在十万大山之中遇上一群数量上千的妖兽群, 全都覆灭掉了。 这给了其他修士很大的压力, 在得知附近有这群妖兽之后,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想着尽快离开这里了。 白管事说到这儿,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接着说道, 按照前辈的吩咐, 我们以传送阵损坏为借口, 阻拦了这些人。 因为现在周围还算安全, 想要离开的只是一少部分, 再加上我们承诺会在短期内将传送阵修好。 所以, 大家倒是没有什么情绪, 只是如果时间再长的话, 事情迟早暴露, 只靠晚辈们恐怕难以压制。 数量上千的妖兽群。 张扬一手抚摸着下巴, 能够形成数量上千的妖兽群, 肯定是有着高阶妖兽坐镇的, 甚至有画形妖兽也是说不定的。 张扬又有些心动了, 在考虑着要不要去将这群妖兽图灭掉。 说话之间, 麦基镇城主豪武也来了。 看到张扬, 第一反应自然是惊讶于张扬的进阶。 豪武认识张扬时间不长。 可是, 身为城主, 只要他想, 自然很容易就能调查出张扬以前的信息。 四十多年前张扬第一次踏入麦基镇的时候, 只是一头出街紫江, 这个消息他也是知道的。 最直观的, 自然是一年多以前, 他可是亲眼见过黑江巅峰的张扬。 现在看着黑江大圆满的张扬, 眼珠子都差点惊掉了, 心中大呼妖孽。 按照你们的说法, 现在给修士们中间造成恐慌的, 就是那只数量上千的兽群。 张扬若有所思地问道, 是的, 前辈。 那两支全军覆没的狩猎小队, 在本城周围属于最顶尖的两支小队, 连他们在面临兽群的时候都是毫无还手之力, 所以, 一些胆小的修士就胆寒了, 再也不敢外出狩猎, 而是想着传送回人族疆域。 另外就是一些收获足够丰厚的家伙们, 也不愿意再在这里冒险。 白管事解释道, 张扬突然一拍桌子, 很下决心。 那好, 既然这个兽群是根源, 我们就将这兽群解决掉。 区区一个上前规模的兽群, 还影响不到我们麦基镇的安全, 但是, 放任他们在外面活动的话, 却是会引起修士们的恐慌, 提前引发大家的逃跑。 只有将其消灭掉, 才能解决问题。 白管事和郝武对视一眼, 脸上都是担忧, 说道, 前辈的实力高强, 晚辈们相信有前辈带头出手, 一定是能解决这群妖兽的。 只是, 如此一来的话, 会不会引起受群的愤怒, 遭到他们的报复, 为我们麦基镇招来更大的灾难? 有可能会, 也有可能不会。 但是, 两位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张扬反问道, 如果不解决这个小型兽潮, 放任他们在附近耀武扬威, 不但妖兽的数量会越聚越多, 而且, 麦基镇的恐慌情绪会越来越甚。 相信用不了多久, 那些修士们对妖兽的恐怖情绪, 大过对我们的恐惧情绪, 就会宁可对我们出手, 也不愿意对妖兽们出手了。 一旦出现那种状况, 将会是真正的分崩离析, 极少数修为强大的修士, 也许能够在大规模兽潮到来之前逃走, 但是, 九成以上的修士和所有凡人恐怕都要葬送在这里了。 张扬一番话, 白管是二人立刻面面相去, 长叹一口气。 如此, 按照道友说来, 我们放手一搏, 还有一丝机会。 如果放任自然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了。 对, 我们只能赌, 消灭这只小规模的兽潮。 如果引来更大的报复, 我们就只能认命。 如果没有的话, 说不得, 麦基镇就能够在这次兽潮之中得以保全, 也是说不定的。 白管是和郝武一番沉思, 很快就权衡清楚了其中的利弊, 立刻下决心。 好, 我们就听前辈的。 麦基镇区区小城, 又是紧邻着十万大山, 一般每次爆发售潮, 首先被攻破的, 就是我们这种城市。 不论哪座城市, 凡是被保全下来的, 主要防守人员都会得到中奖。 晚辈等愿意跟着前辈赌一把。 两人的语气中含着强大的信任。 好, 两位倒有如此信任, 本尊别的话不敢说, 消灭这群妖兽, 为两位赢得一线生机, 这却是能够做到的。 下面, 你们各自召集属下所有修士, 立刻到归云楼集合。 张扬命令道。 是, 前辈。 白管是二人, 也都是果断之人, 既然下定决心将赌注压在张扬身上, 就知道, 这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手输两端。 所以, 对张扬的命令丝毫不打折扣, 立刻分头下去传达命令。 修士们的动作都是极快的, 短短小半个时辰, 归云楼二层已经人头攒动, 吵吵闹闹。 相互之间有说有笑, 都是在向同伴吹嘘着自己猎杀妖兽的过程。 更有一些人在大声地抱怨着, 抱怨城主和白管是凭借私权, 不让大家出城猎杀妖兽。 原来, 在那群小型兽巢出现以前, 麦基镇助手的这些修士也是允许外出狩猎的, 大家也赚了个盆满波营。 只是, 出现了那个小型兽巢之后, 有一些修士想要离开, 白管是和毫无两人商量之后, 就决定让两方势力的修士不准外出。 这也是为了防止突然变故的意思。 可是, 这么一来, 也就相当于断了一部分人的财路。 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并不是所有人都忌惮那个小型兽巢的。 有一些助手的修士也想像那些散修一样, 外出狩猎, 不被批准之后, 就将怨气撒在了白管是和毫无的头上。 虽然忌惮归云商行和广陵俊这两大势力, 每人敢对白管是二人如何, 但是, 现在冷言冷语的嘲讽却是少不了的。 甚至一些人根本就是毫无避忌的样子, 一些话直接传到张扬和白管是毫无二人的耳朵中, 令两人好不尴尬。 受潮, 对于城中的诸人来说, 还是有些遥远的。 这才有了人类之间的内斗。 人可曾到齐了。 张扬看着这一幕, 脸色冰冷地问道, 回前辈, 我麦基镇城房军铸鸡修士16名, 练起修士158人, 除了守卫城门的两名铸鸡修士和18名铸鸡修士以外, 其他全部到齐。 郝武上前功生说道, 回前辈, 我龟云楼铸鸡修士11人, 练起修士98人, 除了守卫城门的两名铸鸡修士和18名练起修士以外, 其他同样全部到齐。 白管是也跟着功生说道, 麦基镇城房军属于广陵俊城房军的系统, 龟云商行更是个庞然大物, 那些修士们虽然对郝武和白管是二人的做法非常不满, 却也不敢公然反抗命令。 否则的话, 那两个庞然大物无论如何也是会出手清理内奸的。 这些修士在人族中必将没有立足之地。 张扬神色不动, 问道, 据我所知, 城房军手下应该有一名金丹修士, 龟云楼有两名金丹修士, 他们可曾到来? 龟云楼上这些人一眼可见, 以张扬的神识之强大, 自然知道是没有那三名金丹修士的。 这么一问, 白管是和郝武虽然尴尬, 也不得不上前道, 回前辈。 麦基镇派过来助手的金丹前辈本就是专私修炼, 除非特殊时期, 是不管俗物的。 不过, 晚辈等已经请过他们, 三位前辈同意过来的。 想来一会儿就到吧。 张扬还是那副冰冷的语气。 两位以为, 现在寿潮即将到来, 全程动荡, 算不算特殊时期? 这个, 自然是算的。 白管是二人不知道张扬的用意, 聂如这说道。 哼! 张扬冷哼一声, 闭目不再说话。 白管是二人互相看一眼, 只能叹口气, 继续等着。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张扬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并没有神识传音, 也没有格祖神识之类。 周围其他修士听到以后, 立刻有人轰笑起来。 你们听到了吧? 他们竟然命令原前辈等来这里。 嘿嘿, 原前辈等可是金丹修士, 他们欺负欺负我们这些小修士们也就罢了。 难道原前辈会跟他们胡闹不成? 就是! 哼! 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头黑江撑腰, 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竟然想指挥原前辈他们。 这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不过, 这次确实没有多少人符合, 只有一些人打个哈哈。 僵尸晋级到黑江之后, 人族修士就不敢随意围攻。 但是, 依旧有一些人会歧视僵尸, 认为僵尸们空有实力, 但是呆头呆脑。 当然, 这歧视也只是在背后而已, 敢于当面讽刺的人就不多了。 毕竟, 惹怒了一头高阶僵尸, 那可不是好玩的事情。 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刚说完, 看到众人不接话茬, 似乎也察觉自己说得有些过分了, 不由忐忑地看了张扬一眼。 而张扬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一动不动。 这让众人的胆子都大起来。 嘿嘿, 怕什么? 原前辈等都是金丹修士, 在我人族的城市之中, 还容不得一头黑将来撒野的。 嗯, 这个且不说, 原前辈等都是金丹修士, 自然不会听他们的命令。 就是, 干脆一会儿等原前辈等来了之后, 大家一起将这事情说开了, 现在大好时机, 外面那么多妖兽不让大家出手, 反倒让咱们在城里闷着。 要知道, 这寿潮可是快要来了, 转眼就要让咱们卖命的, 难道连这些小财也不让咱们发一笔吗? 对呀, 对呀, 咱们投靠龟云商行, 投靠广陵俊, 还不是为了得些修炼资源。 现在放在眼前的机会, 不让我们出手, 如何使得? 就这样了, 一会儿我们归云商行的, 就找原前辈和田前辈, 你们城防军的, 就找陆前辈。 我就不信了, 三位前辈会放任他们, 这么胡作非为而不管。 好, 就这样。 两百多名修士聚集在一起吵吵嚷嚷的, 竟然是要弹劾百管事和豪武的意思, 不时有人冷言冷语地嘲讽张扬两句。 看到张扬只是傻呆呆地不说话, 大家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刚开始, 还只有一两个胆子特别大的, 将矛头对准张扬, 随着时间的进行,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冷嘲热讽了。 百管事和豪武呵斥了两句, 非但没起到什么作用, 反倒引起大家的一起反对。 按说, 两人平时在城中人员都不错, 是有着一定微信的。 但是, 这次涉及到的利益, 实在太大。 对于一些修士来说, 如果能够组队到城外狩猎, 一次顺利狩猎到中阶要手, 就足够换到自己晋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了。 如此情况之下, 什么微信之类都不重要了。 百管事擦了擦头上的汗, 闪笑一声, 对张扬道, 前辈, 您看您有什么吩咐, 是不是该说了? 或者让您的那两个原英前辈的奴仆现身一下, 否则的话, 这恐怕是要出乱子的。 张扬眼皮一翻, 低沉的声音不打反问道, 那三名金丹修士来了吗? 百管事声音一致, 这个, 三位前辈许是有事情耽误了, 现在还没来。 张扬眼睛一闭, 没来就不要打扰本尊, 继续等, 什么时候那三个来了, 再通知我。 是, 是, 百管事还敢说什么? 满心苦水, 也只能点头答应。 哈哈哈哈, 张扬的话, 立刻引起周围一阵大笑,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 但是, 三位前辈不来, 他们肯定是不敢说的。 就是, 胆敢不等三位前辈? 嘿! 量他们也没有那份胆量。 三位前辈德高望重, 大事少不了他们。 第二百五十章, 一头黑江而已。 就在龟云楼一片吵吵闹闹的时候, 麦鸡镇一座偏僻的府邸中, 却是沉寂异常。 这座府邸虽然偏僻, 但是, 如果是修真者的话, 只要稍微感应就会发现, 这里的位置, 竟然是处于整座城那条稀薄的灵脉中央, 绝对是全城, 乃至周围山脉灵气最丰沛的所在。 而且, 府邸的主人明显是步阵高手, 一个等级不低的聚灵镇, 将周围的灵气全都掠夺过来, 使得这里成为了非常不错的修真之地。 三名年老修士, 呈三角形, 围坐在一个石台旁。 消息过来了, 前面吵吵闹闹, 已经一团糟了。 一个烧胖的修士开口道, 哦, 这就一团糟了。 另一名白须求然的修士, 眼睛一亮。 当然了, 白鹤鸣和郝武两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不让龟云楼和城防军的修士们组队外出狩猎。 你想啊, 这些人眼睁睁地看着散修们一个个外出, 赚得盆满波赢的回来, 他们却只有干看的份, 心里能平衡得了吗? 修真者, 追逐的是利益。 这次受潮是个危机, 也是机遇。 把握得好的话, 一次狩猎成功, 就能够赚够晋级所需要的资源。 哼, 那两个后辈断人财路, 与杀人父母合一? 如果不是他们平时还有些威望的话, 恐怕这麦基镇的天早就反了。 能够积蓄到现在才爆发, 嘿! 烧胖修士冷哼一声。 哈哈哈哈, 原道有言之有理呀。 如此说来, 那两个后辈的末日岂不是要到了? 白须求然地修士大笑道。 一直没有开口的第三个修士, 这时候却是皱着眉头说道。 据在下所知, 白鹤鸣和郝武二人 似乎请来了一头黑江, 叫做张扬的, 似乎十分厉害。 在下可是听到一个传言, 说僵尸张扬前些日子在广深府与梁城, 凭借着黑江的实力, 以一己之力, 越阶灭杀梁家老祖这个原因修士, 并且一并灭杀梁家十几名金丹秀士, 端蒂厉害无比呀! 思, 路道有这消息可确切。 一头黑江, 竟然能够越阶灭杀人类原因修士, 而且还一饼灭杀了梁家十几名金丹修士。 梁家老祖在下也是知道的, 虽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但是, 那也是晋级原英数千年的老怪物了, 着实有些手段啊! 白须求然的修士, 自然是田姓修士。 这三人, 分别是归云商行在麦基镇坐镇的金丹修士元苏, 田旺和广陵郡城房军的坐镇金丹修士路程。 元苏文言却是吃笑一声, 陆道友所言, 在下道也恰好听过。 只是, 陆道友也不想想, 一头黑江一体, 灭杀梁家十几名金丹修士和梁家老祖这个原因老怪, 这岂不是太过可笑了吗? 根据我们的消息, 那张扬可是巅峰黑江, 如果他真有如此实力的话, 又岂会如此多年名声不鲜? 在下在这提醒一句, 陆道友想想, 这个消息是谁传出来的? 陆陈烧一沉思, 做出恍然状。 宇家? 这个消息是宇家传出来的。 据说, 当时宇家老祖和一众修士是亲眼看到僵尸张扬发威的。 道友的意思是。 嘿嘿。 元苏一笑, 一副你明白的银当表情。 旁边, 田旺已经击掌道。 这还用说吗? 宇家跟梁家水火不容, 世代的仇恨, 这在修真戒可不是什么秘密。 肯定是宇家用了什么卑鄙手段将梁家高层一举被灭掉了, 然后, 畏惧修真戒流言, 这才造谣是僵尸张扬所谓。 嘿! 只是这个谣言可不够高明啊。 一头名不见经传的黑江能有如此本领? 将梁家高层一锅端, 恐怕只有那些觉醒了天赋神通的僵尸老祖才有此实力吧。 嗯, 田道友说出了在下的心声啊。 元苏点点头, 在下也是关注过这件事情的。 事后, 梁家的那些产业和矿山, 几乎全都被宇家给接受走了, 可没听说有僵尸张扬什么事儿。 这, 就是最好的证据。 元苏说到这儿, 稍微一顿, 接着说道。 本来,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老夫还是有些顾虑的。 只是, 刚刚前面传来消息了, 说咱们三人不到, 众修士们乱成了一锅粥, 那僵尸张扬根本就连个屁都不敢放, 完全镇不住场子。 甚至名言要等着咱们到场, 嘿嘿, 这明显是向咱们示弱了。 如果他真有手段的话, 又岂有向咱们示弱的道理。 元苏这一番话, 三人心中最后的顾虑也进去。 如此甚好。 这样说来, 现在倒是我们的一次机会了。 陆尘眼睛终于一亮, 大笑道。 当然。 老夫说过, 这次受潮, 对于我们来说, 既是危机, 又是机遇。 我们只要趁着这次机会, 将麦基镇的管理权拿到手, 然后, 组织众修士们大规模外出狩猎, 铁定赚个盆满波营。 到时候, 哪里还用为晋级所需要的资源发愁? 元苏的语气充满了诱惑。 组织众修士, 大规模外出狩猎。 这样的话, 麦基镇留守人员不足, 岂不是很容易出问题? 陆尘有些犹豫了。 嘿! 麦基镇算得了什么? 区区十几万凡人性命而已, 即使出了问题, 你我也能逃走。 城中唯一的传颂阵, 难道还怕轮不上我们使用吗? 元苏语气阴冷。 陆尘和田望两人忍不住打个冷战, 相互对视一眼。 十几万的生灵啊! 在这元苏口中, 竟然像是十几万蝼蚁一般, 丝毫不当回事儿的样子。 怎么, 两位难道还有悲天悯人之心? 你看白鹤鸣和郝武二人, 将两大势力的众修士, 都集中在麦基镇中, 岂不就是打得守成的算盘? 结果如何呢? 前车之剑呢? 元苏冷眼一扫, 颇有些苦口婆心的意思。 好, 在下就为元道友之命是从了。 田望像是下定决心一般, 大叫一声。 陆尘也不出声地拱拱手。 他倒不是担心那十几万生灵。 只是害怕万一自己身为麦基镇助手修士, 却祸害十几万生灵的事情传出去, 那可就在修真界没有立足之地了呀。 两位道友一定不要有所犹豫, 一会儿听我命令行事。 白鹤鸣和郝武已经犯了重怒, 现在我们出手将他们出去, 然后再向总部汇报。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 而且, 受朝临近, 正是用人之计, 相信总部是不会怪我们的。 至于那头黑江张阳, 如果他乖乖听话, 还责罢了, 如果他不识趣的话, 说不得, 咱们三位只好联手除害了。 元苏眼中寒光一闪, 他倒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对付张阳要联手出击。 虽然他不认为张阳具有单挑良家的实力, 但是, 总归是一头黑江, 真打起来, 也是麻烦。 当然, 对于胜负, 元苏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且不说三大金丹 联手对付一头同阶的黑江, 但是那二百多聚集在一起的修士, 也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一旦战况出现不利, 只要一声招呼, 大家一冲而上, 任凭那黑江有三头六臂, 也只有阴狠当场。 元苏对自己的号召力, 是非常自信的。 陆尘为人谨慎, 依旧有些顾虑。 灭杀那头黑江? 万一他是哪头僵尸老祖的手下, 公然斩杀黑江, 怕是会引起麻烦吧? 那些僵尸老祖天赋神通, 可都是一个赛四一个的厉害啊。 陆倒有多虑了。 这头黑江干预我人族内部事端, 及时斩杀他, 别人也不好说什么的。 再说了, 即使有僵尸老祖出手, 难道我人族的大能修士, 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僵尸一族, 在我人族江域上撒野吗? 嗯。 或许, 真是在下多虑了吧。 陆尘苦笑着摇摇头, 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安。 那就如此吧。 前边也闹得差不多了, 我们这就过去, 一计行事即可。 元苏说完, 率先走了出去。 走吧, 陆倒有。 田旺招呼一声, 紧随其后。 陆尘略一沉思, 也跟了上去。 是元前辈他们来了。 陆前辈好。 晚辈其将, 见过元前辈。 田前辈好。 不得不说, 元苏三人的威望, 还真不是盖的。 一走进龟云楼, 众修士立刻像是苍蝇剑道, 狗屎一般扑了上去, 纷纷抢着打招呼。 白管事和郝武两人本来是要带头迎上去的, 却被挤到了最后面, 只能互相看一眼, 苦笑一声。 呵呵呵, 众位倒有客气了。 元苏有意拉拢人心, 也是保持着笑脸。 晚辈白鹤鸣斜杠郝武见过三位前辈。 看到元苏三人过来, 白管事二人赶紧攻身行礼。 嗯。 元苏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似有若无地点点头,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派头十足。 当他的目光落在旁边闭目端坐不动的张扬身上时, 却是一阵恼火。 这头黑江, 看到自己过来竟然还是这种态度, 着实可恶。 可是, 回念一想, 元苏又释然了。 一头黑江而已, 灵智初开, 比也瞒人都不如。 或许是根本就不懂得人类之间的这些规矩吧。 自己堂堂一个金丹修士, 跟他较真儿, 那不是失了身份。 虽然想开了, 元苏却也是不愿意拉下脸去跟这头黑江说话, 甚至心中都有些不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